Catherine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那我們來繼續我們的魔影師迷思新冒起飛系列 那我們就來繼續吧 那陳武現在跟導演來到這個彩衣秀 導演上次打電話來邀請陳武過來這裡 但是陳武呢今天來這裡是有特別的打算 並不是要跟導演來參加彩衣秀的 陳武今天決定要跟導演好好的講清楚 跟他說你以為你誰啊 可以這樣子隨便對待我 隨便放我鴿子 對了我幫我們陳武換了一套新的夏季服裝囉 這夏新的衣服 我幫他綁了一個側馬尾 看起來蠻清爽的側馬尾 戴這個非常氣勢的明星墨鏡米色 然後配一個林哥紋的框框耳環 還有一個很可愛的項鍊 跟這一身衣服 看起來蠻有只有明星架式吧 蠻適合夏季 那像陳武是三顆星的明星 會有八卦記者過來 所以陳武要戴墨鏡 稍微的擋一下 有沒有明星出門不是要戴墨鏡的嗎 不能隨便露出真面目這樣 好那我還幫陳武換了這個條紋的長褲 還有陳武擦了這個 這叫什麼鏡面嗎 鏡面的指甲油 跟這雙可愛的 錨釘風格的兩鞋 好就是陳武的新衣服咯 夏天的新衣服 我們在繼續之前 我現在點一下我的名人點數 相機拿到兩點 我們來點一下吧 我看一下我們接下來要選哪一個 呃 我們繼續往這一條路線好了 人際關係路線前進 我們選這個嗎 這個是什麼 他寫說 我們現在可以利用我們的粉絲 來影響名氣和名譽了 他說如果我們選這個的話呢 陳武可以要求他的粉絲 呃 支持某一位小人 或者是 摒棄某位小人 陳武可以利用他的粉絲 來影響查小人的名氣和名聲了 這也太酷了吧 然後啊 如果我們選這個的話 陳武可以讓粉絲暈倒 就感覺 還蠻適合我們陳武的啊 因為陳武很喜歡擺Post嘛 很喜歡給幫助記者拍照 然後旁邊如果有粉絲的話 可能會 幸運到受不了就昏倒那類的 好我們選這個好了 這個太適合陳武 好那我們還有一個要選什麼 另外一個我們要選什麼 我們算有好的名仙可以選這個 如果我們選這個的話 我們會獲得 呃 我們獲得好的名仙的速度會變得更快 而且我們還可以捐贈我們的道具 給粉絲 呃 這個是什麼慈善家路線嗎 可是我感覺陳武不是那麼 慈善路線的人啊 我感覺啦 好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可以獲得粉絲自來的禮物 這感覺蠻有趣的 要不然我們選這個好了 因為我還蠻好奇 我們陳武的粉絲 會寄什麼禮物給他呢 我們選這個吧 好就這樣 那我們要怎麼影響其他小人的名聲啊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這感覺超有趣的 好那我們來開始吧 陳武先跟導演 先 喔我看一下 欸等一下 姚子綺來參加彩衣秀啊 剛好 順便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姚子綺的新髮型 這樣是不是露出更多的臉蛋 等一下 導演跟姚子綺是朋友喔 喔我知道了 可能因為子綺拍過她的廣告吧 應該是 好我們陳武找一個屁靜的角落 跟導演好好的講一下 哇 Thor也來了 這一位 這一位 故事明星 好啦我們先找個地方 我看一下 陳武約導演來這裡好了 過來這裡 所以人比較沒有那麼多 好過來過來 陳武跟導演說 你過來一下 我有話跟你說 我剛剛看到個有趣的選項 可以跟導演拍照 因為導演是我們陳武的粉絲 還會製造名氣啊 然後還有給他簽名 陳武說 你上次 你不是邀我去餐廳嗎 怎麼邀你之後 你後來沒有來 你為什麼放我鴿子 你說啊 導演說 我要給你一點教訓 因為誰叫你去拍其他導演的通告 你只能拍我的廣告 你知不知道 你不准拍其他你的通告 你以為你是誰啊 憑什麼我只能拍你的通告 你該不會以為我對你有意思吧 拜託 我跟你 出去只是因為你是導演好嗎 你千萬不要想太多了 你以為你是誰 導演說 不要裝了 我只要你對我的意思 我只要你喜歡我的 你不要再裝了 陳武聽了更生氣 你真的是太自作多情 你到底以為你是誰 拜託 我是金陳武啊 我怎麼可以喜歡你 你想太多了 然後陳武 決定給導演來丟個飲料 再見導演 你可不可以再煩我了 你以為你到底是誰 我們陳武才不會對你有意思 哇 等一下 導演 在打回我們陳武啊 導演怎麼就沒有生氣風度 我的天啊 陳武丟了個引道給他 結果他打回我們陳武啊 我的天啊 這個導演有暴力情喪啊 他有家暴因子 真超可怕的啊 我還打輸我們陳武 拜託 拜託 我們是寫的金陳武啊 每天上健身房的 跑步機當成三餐來吃的人 你以為你能打贏我們金陳武嗎 說不了 太好笑了吧 陳武剛剛 丟他的飲料 結果他神奇到 竟然揍回我們陳武 然後還打輸 已經太丟臉了導演 太丟臉了 導演說 你以為你現在是三星明星 就可以對我轉型這個樣子嗎 你會後悔的 想當初 你要不是靠著我給你這些通告機會 你能成為下你的地位嗎 我會為你的堅實行為付出代炸 你看著辦吧 導演現在是笑裡藏刀 導演走掉囉 因為他覺得打輸很丟臉 他跑掉了 好啦我們去偶像看一下 現在是誰參加才藝秀 誰都拉小提醒 就是誰 Kobayashi 小玲 外條子其實在千千名照了 好 陳武到樓上喔 怎麼了 陳武非常不舒服 陳武有點暈眩了 陳武被導演揍到暈眩 太可憐了吧 那陳武先到樓上 我們先來 點個東西喝吧 浩薰啊 浩薰說 嘿我聽就算了一個派對喔 要不要跟我去 其實有一點想去啊 因為感覺在這裡有點尷尬啊 要不要去 嗯 因為其實彩藝秀感覺不太是我們陳武的專長領域 因為我們陳武的專長是演戲嘛 那彩藝秀主要是唱歌跟拉小提琴那些 我們陳武不是說很擅長啊 其實還蠻想去 可是我想說 嗯 剛好姚子柒在這裡 我想讓陳武跟子柒稍長點話再離開啊 浩薰你稍等一下好了 我要幹嘛 這些粉絲們你幹嘛 想對我們子柒稍做什麼 好 陳武過來這裡喔 我覺得陳武應該是還蠻容易吃吃那種女神的 趕快過來這裡 擋住人家 不准拍不准拍 我是他的代理經紀人 誰決定你們拍他了 好 陳武過來這邊擋一下 搶鏡頭 陳武表示不要拍他快拍我 你們不准拍他 結果我可以拍他 好啦 我讓我們陳武 讓粉絲拍照一下 我看一下 哼 可以讓粉絲混絕了 好笑 讓我們試一下喔 陳武來這裡 擺個POSE 看一下我們陳武的翹臀 快點暈倒吧 你知道你愛我們陳武的喔 哇 等一下 我看到 姚子琦在 因為我們陳武的POSE感到 哇哇哇 哇 姚子琦昏倒了 所以果然 姚子琦是喜歡我們陳武的 我們陳武在面前擺個這種 性感的POSE 他就昏倒了 哇 旁邊真的昏倒 陳武果然魅力無從啊 全世界的人都愛我們陳武 全部的人都暗戀我們陳武 超好笑的 這昏倒的功能也太酷了吧 好 他進來了 哇 擁抱一下 陳武說好久不見 一天不見了 然後 陳武說 嘿 怎麼這麼吵 剛好遇到你 你也來參加彩藝秀啊 你剛昏倒了嗎 是因為看到我太興奮嗎 真辛苦你了 陳武說 我知道我魅力非常高啊 你不昏倒也很難 我為我的魅力太高感到抱歉 好干擾一下喔 不過沒有想到欸 剛剛陳武擺個POSE 臉子氣也昏倒了 真的超噁笑的 有一種很趣味的感覺 怎麼了 喔 今天潑水節 對啊 還是要去游泳一下 要不然讓我們陳武去游泳好了 因為今天是潑水節嘛 好吧 那就走囉 去游泳之前 我們先讓陳武過來這裡喝一杯嗎 這樣我們看到吧台 陳武一定要來當一艘凱子 好 陳武點一杯 她最愛的白酒 好乖吧 乖乖乖 幫紫棋買杯飲料 等一下 我聽到喔 相機的聲音 誰在拍照 有人在拍嗎 哪有八卦記者 在哪裡 沒有嗎 喔這裡啊 這位 Fatima 她是八卦記者嗎 你在拍我們陳武嗎 快點拍快點拍 我們陳武超愛被拍的 陳武超嗓紅 想佔據各大新聞頭條 娛樂頭條 好了 銘刀帶來了沒 怎麼喝酒 你再點一次喔 銘刀再不來 潑水節到過了 小姐 快幫我陳武來一杯吧 我們陳武是明星啊 明星可以插隊嗎 明星有沒特權 陳武說 嘿紫棋 這個是我最愛白酒 你喝喝看 你覺得怎麼樣呢 好不好喝 好他們喝一下吧 然後等一下去游泳好了 剛好今天是潑水節嘛 硬緊一下 所以你們覺得怎麼樣 你們喜歡紫棋的新髮型嗎 我覺得還不錯啊 我覺得還蠻符合她的這種風格 這種氣質 哇等一下 這個粉心想幹嘛 她跟紫棋拍合照了 好不行不行 不准拍 來來來 不要拍紫棋 陳武表示 想你一張我的簽名照 不要糾纏我們家紫棋 陳武說 阿姨來 想你一張我的簽名照 來這給你 我叫你喜歡 啊 她竟然拒絕我們陳武啊 天啊 是怎樣 等一下陳武快要尿褲子了 不行不行 好陳武快點 快去上廁所 尿褲子就糟糕了 就醜大 快點去上廁所 啊等一下 我剛突然發現 陳武獲得了一個新的 新的缺點 馬上來看一下喔 我們陳武拿到生平第一個負面特徵 不准碰觸 這個特徵是不喜歡被名氣比自己還低的人碰觸到 如果粉絲想要擁抱的話 陳武可以接受 但是心裡又感到非常緊繃 非常的不開心 所以陳武不曉得被陌生人碰觸 其實感覺 我覺得陳武應該是蠻帥有進私人領域的這種人吧 所以可以理解了 其實說的也是啦 當明星軟越紅的時候 可能有很多奇怪粉絲想要隨便的碰他 什麼的 對啊 不過沒有想到 陳武的第一個負面特徵 竟然是這個 好吧陳武 哇等一下 粉絲重新來看我們陳武上廁所 你這樣對嗎 好啦 陳武想你一張簽名照 陳武想你一張簽名照 開心了嗎 以後不要隨便看女孩子上廁所喔 要學好一點 來 想你一張簽名照 好 好 好 陳武不算他有沒有 超好笑的 回到你偷看陳武上廁所欸 太過分了吧 哇有八卦記者拍陳武 這種感覺超棒的 好來吧 陳武馬上來擺個pose 八卦記者 快點拍我們陳武 來吧 使勁的拍 用力的拍 讓我們陳武佔滿全部的娛樂頭條 拍吧 趕快拍 潑水節過了 我們還要去游泳嗎 我先看一下啊 我們先看一下那個 接下來有什麼事情 我們現在通告的收益 可以到達4000元呢 超棒的 怎麼沒有出現4000元的通告 他不是說沒有4000元的通告嗎 對啊怎麼沒有 奇怪 哇唷這個 末日劇了 殭屍末日劇 這個也太酷了吧 好想要拍這個 這感覺超有趣的 還是我們下一部拍這個 殭屍末日劇 陳武來拍一下殭屍陸 殭屍陸的電視劇 超酷的 好不然我們拍這個好了 那這個殭屍陸它的試鏡時間是 禮拜一明天早上9點 需要的是健身等級5 哇又需要健身了 好吧我們接這個好了 這個末日殭屍片感覺超級酷的 是我的菜 那我們去游泳嗎 馬上去健身 凌晨2點健身 會有人跟我們前五去嗎 你看一下 要不然我們前五邀請紫棋 去游泳好了 凌晨3點 他會來嗎 開睡覺 好吧說的也是 好啦我們前五自己去 我們到健身房囉 來個孤單的健身之旅 我們的健身技能目前是等級3呢 哇差2點 感覺差有點多 哇小黃金來了 你的粉絲 來來來 姐姐賞你一張簽名照 可以給他簽名照嗎 我要過來看呢 哇他還保護晨5啊 他說叔叔你不要拍他 他是我最帥的明星不要拍他 會給他造成很大的困擾 哇小黃金從小就這麼帥氣 從小就這麼霸氣 好啦我們晨5直播吧 我們直播一下 剛剛都忘記直播了 沒有關係 剛剛晨5找人理論 可能也不太適合直播 好我們直播一下吧 然後來運動 我看一下 樓上跑步機有人嗎 沒有人 凌晨3點 我們過來直接跑步好了 來個半夜的孤獨跑步之旅 旁邊那一位 你在看什麼 你是我們成無的粉絲嗎 你要簽名嗎 為什麼要一臉生氣的樣子 我怎麼感覺啊 在這個太陽谷裡面的人 每個人都脾氣很差啊 我感覺每個人時常看到他們的時候都是很神氣的樣子 或者很緊繃的樣子 有沒有 目前為止好像都是了 不知道怎麼回事 可能是LA的生活壓力太大嗎 一定是的 哇 八卦記者拍我們成無運動 這種感覺真棒 成為美光燈的焦點 他說來 過來這裡 看我們的鏡頭 來拍一下 這個動作超美的 哇 兩個八卦記者 他說看這裡看這裡 好吧 拍吧 都拍吧 這個是我們成無素顏的樣子 絕對沒有化妝 絕對沒有 運動裡下周圍圍繞了這麼多人啊 真的是越來越紅了 連小黃金都跑過來 小黃金真的是成無的忠實粉絲啊 他超愛追星 真的超可愛的 成無超累又超醜 好啦 不然我們先回家好了 我們去樓下 快速洗個澡 等一下 差點把我們的一眼忘記 把一眼帶走 然後去樓下快速洗個澡 先回家吧 真的太累 快來這裡 洗個澡 成無過去吧 去沖個澡 然後回家睡覺咯 我們明天再繼續健身 我們健身技能目前是等級 多少 還在三呢 怎麼感覺有點來不及 我們說要等級物 才可以去試鏡 好 洗完澡咯 就回家吧 又靠淚島 成無的生活真是非常的累啊 思想去淚島邊緣 明星果然是非常忙碌的 我們回家囉 回家馬上去睡覺 累死了 趕快睡一下吧 睡醒之後我們還要去運動 為了要接那部殷屍錄的電視劇 我超想要拍那個 因為我滿傳這種殷屍錄主題啊 末日主題的東西 哇 姚子綺 打電話來說 我聽說你不太會殺假啊 要不我陪你去跳蚤市場逛一下 哇 姚子綺這麼貼心啊 知道我們成無財務有點緊繃 只要我們成無去逛跳蚤市場呢 還說他要幫我們成無殺假 怎麼辦好想去喔 還說我們去一下 好啦 我們去一下好了 我們到跳蚤市場囉 好吧 我們再來看一下有賣什麼東西嗎 有賣什麼我們成無可能需要的 雖然說我感覺成無應該不太想在跳蚤市場買東西吧 他應該覺得很拉不下我臉 先過來吃東西 肚子有點餓 我們過來去點一下喔 過來這裡先殺個假 好 來吧 成無說小姐 我就是電視上那位你看過的 有拍過那部偶像劇 還有最近一部乾柴烈火 給我打個折吧 哇 不給我打折了 他說你瘋了嗎 我買這個價錢已經算仁慈了 我虧錢啊 哇 這個人心力不像狼 不敢買 我們隔壁這一桌買 我們隔壁這一桌買 我們隔壁這一桌 來點食物吧 哇 他們關門了 他們乾脆直接不賣我們成無 這邊人是怎樣 哇 他們在拍紫綺了 他們全部都是紫綺的粉絲 可是紫綺就是成無的粉絲 紫綺可愛 他們在拍紫綺 紫綺在拍我們成無 超可愛的啊 我感覺啊 紫綺根本勝不成我的大粉絲啊 有沒有 真的好可愛喔 哇 他要開門了 好 我們點個東西吃喔 沒人選擇 只好屈服 好啦 我們點什麼 我們點一個包子 點個包子 肉包子來吃 我們肉包子來了 長得很像馬來高 你們喜歡吃馬來高嗎 我超喜歡吃馬來高 我覺得好好吃喔 軟綿綿綿的感覺 尤其喜歡有些珈樂 花生醬馬來高 超好吃的 原味的也不錯啦 可是我最喜歡的還是 加到花生醬的喔 哇 這位五星的全球巨星 Judith在這裡啊 我們成無是不是認識他啊 好像是對不對 怎麼了 高成無怎麼了 然後沈無 又擺了個性感的post嗎 然後紫棋發脾氣 又怎麼了 真是個傲傭다가 他過來這裡看表演啊 公開表演 他也是 喜歡音樂嘛 沈無跟紫棋說 嘿 你有看到嗎 旁邊的淋是那個Judith 那是全球巨星 你認識他嗎 我有去參加過他的派對喔 很厲害吧 你有去過嗎 來講一下 哇 那個巨星跑過去 跟討論一下 然後再來點什麼呢 哇可以來個性感姿勢啊 好那我們陳武來個性感姿勢 陳武說嘿你看我新的這件褲子好看嗎 條紋最新樓形 穿起來是不是超性感的喔 那我看一下這樣就來到討論市場 有沒有什麼可以買的東西 這個燈我感覺還蠻適合擺在我們露台了 我們買一下那個燈好了 來過來這裡買一下這個燈 多少兩百多 還有什麼適合買的 有沒有水晶球 沒有 這個燈感覺不錯耶這個 這個我也蠻喜歡 可是算了不要浪花錢 好啦我看一下我們還要練習 健身技能對不對 我們可以過來這裡打籃球嗎 結果陳武不能打籃球 因為陳武太不舒服 哇又要累倒 真感覺陳武無數不刻的累倒邊緣啊 怎麼這麼累好辛苦 然後等一下 有人在表演啊 換紫綺在表演吉他 好啦陳武過來捧場一下好了 看一下紫綺的表演 所以紫綺不在賣衣了嗎 她的職業是獨立創作歌手 所以她是隨性演出嗎 好陳武過來這裡捧場一下 啊我知道了 要不然全部拍一張照片好了 來拍一下 拍一下紫綺賣衣的樣子 我不是你 這一位 可惜我們拍攝這個框框有點小 應該要買一台相機的 好哪個濾鏡 這個太亮了 這個 好這個不錯 有種文青幹準 好拍個幾張 可以給他掃費嗎 可以給你掃費了 好我們丟個十塊錢給紫綺 賣衣的錢 他應該還蠻能接受的吧 因為以前他就是賣衣的 應該不會覺得說要侮辱吧 應該沒有 陳武已經超累了 我覺得陳武可能要回家 因為陳武快要受不了了 等一下要昏倒 那我們陳武走之前先來IG一下 跟粉絲說 我今天來到個跳蚤市場 買了一個燈 你們看我多勤儉持張 雖然我是明星 可是絲毫不浪費 非常的樸實 他的吉他彈的真的還不錯啊 而且周圍都有人在聽 哇真的是陳武的粉絲啊 好來 陳武想一張簽名照 來吧 陳武給你一張簽名 大叔 名字叫什麼 這張簽名照送給你 哇不要啊 沒有什麼問題 你不是陳武的粉絲嗎 現在不要陳武的簽名照 可惡 哇你還擁抱 有人說要跟你擁抱了嗎 他想跟陳武擁抱 可是不想要簽名照 這個大叔 你想吃陳武的豆腐嗎 真的是太噁心了 好訓練來了啊 好我們跟浩訓打個招呼吧 跟浩訓說 你今天過得怎麼樣 竟然這個地方遇到你 糟糕 浩訓可能要吃醋了 想說陳武來光跳的市場 怎麼沒有找我 有點小吃醋 好啦 陳武就到淚島邊緣 我們先回家好了 好吧我們先回去了 因為陳武真的快要死掉了 趕快回家 陳武你要去哪裡 要過來這裡坐捷運嗎 坐捷運回家 憋尿之外還要踩著一雙十公分高的高跟鞋 真辛苦喔 回到家先累倒 好累倒之後 就來睡覺吧 那我們今天晚上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這部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呢 請幫忙按個讚 分享留言 還有不要忘記訂閱喔 一旦訂閱的話呢 可以按訂閱幫我鈴鐺 最後可以在我發布影片的時候 就要通知囉 感謝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